现在呢我们位于下界最大的一个地牢中 接下来呢我们要挑战这个世界中最强的boss 炎魔 我们只带着两个傀儡啊 但是能不能打得过说不好 我们现在只要激活这个祭坛 咱们就可以解放炎魔 然后呢把它干掉啊 来吧 小弟们试一下 好 祭坛在晃动啊 我们离远一点 炎魔应该要出来了 我们先准备一下食物什么的 哦来了 炎魔 射他一劲 先跑 哦 他会直接过来啊 然后继续用关节射他 先不急啊 先不急着召唤傀儡 但是我觉得不召唤也不行了 他有盾牌 哎呦 吓死我了 我揍他 我觉得两个傀儡打他 应该是可以打得过的吧 哎呦 小心小心 我们离远一点啊 我们只要不死亡的话 这两个傀儡一直在战斗 又来了 呦 不行不行不行 快跑 哎 完了 我怎么掉下去了呀 大哥大哥 垫一下方块 完了完了 出不去了 哇 这燕魔太强了吧 不行啊 我们还要赶紧回去 我的两个傀儡还在这边 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要传送过去 如果飞过去的话 我估计我的两个傀儡就没了 赶紧走 好的 我又回来了 这一次呢 我们先自己试一下啊 我觉得这个boss 他的行动比较迟缓 哎 你看虽然说 他可以跳 哎 大哥 哎 好 我没有死 吃一颗金苹果啊 吃吃一点 别打我 大哥 等我吃一颗苹果 我们先跑啊 运回运回 来呀 来呀 哎 好 没有打到 射他 再跑 哎 我们就利用这个战术啊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打得过的 射他一箭 哎呦 但是他有这个盾牌 会挡住我的弓箭 你看 他跑 哎 还可以啊 我觉得我们特别的灵活 我们只要熟悉他的技能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打得过的 哎哎 准备好准备好 他在发射炮弹 我们先把这个傀儡放下 哎 我们先跑 有一个帮手还行啊 哎 哇 哇 他这箭插我肚子里边了 继续 先拿把胸甲换一下 算了去的吧 我们自己肯定是打不过的 我们打他 他基本上不掉血 还是让这两个傀儡来吧 来来来 我们在这边放下傀儡 OK 两个傀儡 我们站在一边看戏啊 好 我们在这边看戏 哎 可以啊 知道吧 只要这个傀儡能打得过 哎 我们就可以打得过 傀儡如果打不过 我们自己肯定也是打不过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自己打 等他飞起来 咱们就跳走 我们来把手杖调成回收手杖 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 咱们把傀儡召唤回来啊 他的血量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二 哎呦 完了 我的傀儡 哇 我的忧逆傀儡没了 还有一个铁傀儡 没有想到啊 我们的忧逆傀儡率先死亡 哎 铁哥 坚持 我去回收你 哎 铁哥好像能打得过 完了 铁哥也没了 哇 心如死灰啊 快跑 这 这 完了完了 完了 现在吧 真打不过呀 这是这个世界里边最强的boss啊 我们用了两个最强的傀儡 都没有打得过 啊 太难了 最可惜的是 我们的傀儡已经死亡了 他的血量是零 好在 他有一个回收升级啊 咱们可以把他复活一下 啊 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啊 看一下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复活 可能需要用到回响碎片 拿一个应该就够了啊 幸亏我们有这个回收升级 哎 可以啊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还需要用到三十多个回响碎片 才可以做一个 哎 好 完好如初 他的血量在慢慢的回复啊 回到六百滴也不是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强化我们自己的实力啊 我们还是打不过 啊 靠着傀儡都没有打过 更不一定说我们自己了 啊 我们其实可以研究一下啊 如果可以研究他这个技能 我们自己也可以打得过 下一次呢 我们尽量自己打啊 我们先拿着绿宝石和这个村民兑换一下 经验性补 因为我们的装备 马上就要爆掉了 其实这个夜魔boss呢 我不是认为他是最难的 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海底那个boss 因为在水里边作战 我觉得是特别麻烦的 好吧 换一下 一共可以换三板 我们家里边还有两板 先把这个装备给他复一下 要不然马上就爆了 我们的保护斯耐久三啊 这个装备爆掉还是特别可惜的 头盔的话 我们家里边是有一本技能修补的 咱们可以直接把这两个头盔 合成一下就好了 来 先合成一下头盔 薄的头盔摘下来 保护斯耐久三 这边有个保护斯 还有技能修补 十几 这也是十几 那这个有点贵啊 就得吧 这付不起 看一下附魔术 附魔术只需要两级 那就用附魔术吧 好 然后呢 还有胸甲裤子鞋子 我们全部都给他复一下 好的 现在我们的装备呢 全部都有件修补 现在呢 其实我们可以出去找一下怪啊 来修补一下我们的装备 稍微修补一下 现在刚好天黑了 而且我们傀儡的血量 基本上已经毁满了 我们可以让傀儡过去打 好 来 放下傀儡 揍他 可以啊 我们在后边减金叶 不过这个怪还是不多啊 靠这个怪来修补我们装备的话 可能不太现实 要不然算了吧 我们之后用这个木棍来兑换绿宝石 这个经验要比打怪多多了 对吧 先把亏儡收起来吧 我们回家睡觉 这边有苦力怕 他想阴我 没门 亏儡 给我干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强化一下自己的头盔 我们有一个这个东西啊 恶兽机脚 据说这个东西呢 可以把我们头盔强化的特别厉害啊 如果我们的生命值少于一半的话啊 他就会给我们回血 需要一个下界合金的锻造模板 但锻造模板这个东西 我们好像是有 看一下啊 但好像又不是这个 我们也有锻造模板啊 只不过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可以吗 来试一下 不亏锻造模板 再来一个恶兽机脚 我这个不行啊 兄弟们 必须要用那个 但是那个应该怎么获得呢 这个锻造模板呢 有两种获得的途径 第一呢 就是去这个下界的猪人堡垒里边走 第二呢 就是去主世界的云古城市里边 用刷子来刷 但是我觉得啊 兄弟们 咱们还是先去这个猪人堡垒吧 我实在不想去这个云古城市了 说走就走啊 我们先去猪人堡垒 先把翘翅换一下 我记得我们这个传送门的附近 就有一个猪人堡垒 等会儿 换一下翘翅 好 我们走 应该就在这边 哎 看到没有 很大的一个猪人堡垒啊 我们先飞上去 这边还有个小白 来 一刀 有没有打到 来 来 好 姐姐 我们从这边挖下去 然后一刀